与我国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分会领导人会议 今晚第一次举办线上会议 各国首脑预料重点讨论复苏经济和解决公共卫生危机 那除了这一场会议以外呢 其实周边活动也是焦点之一 日本首相菅义伟就有意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外媒就分析认为日本会争取中国以及英国携手合作 打造全新的亚太自贸区 亚太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应时而生 超越原本由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规模 日本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协定后 就接过这份重量级协议的主导权 上任两个月的日本首相菅义伟 今早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预录视频中 预告日本有意扩大跨太平洋协定的贸易及经济蛋糕 此外菅义伟强调 日本会与亚太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国共同建构一个自由开放的区域 日本承诺扮演积极角色 在亚太区域打造成一个更具弹性的区域 至于纽西兰方面 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国之一 总理阿登恩强调 自亚太经济组织30年前成立以来 贸易已经成为区域繁荣和成长的隐情 而此时此刻更不应该让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 纽西兰也是明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主办国 阿登恩表明15国签署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议后 亚太经合组织必须确保区域乃至全球 在出口方面公平竞争 此外各国经济也应该拥抱数位技术和创新 才有望在21世纪胜券在握 还有一点